其實裡面會有幾個帶頭的大姐 對 然後就有一群這樣 然後那些比較乖的學生 或者是平常就是 其實也沒有對你不好的學生 他們也不敢少打破他們 就盲目跟隨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 會在課堂上攻擊我 因為我的名字很像雅韓 就是可能韓會有一些 比較色情的名字 有有有 對 之類的 你們有聽過泥江溫泉嗎 有啊 可是從來沒泡過 沒泡過 你也沒泡過 沒有 這裡是關子嶺 泥江溫泉是關子嶺的特色之一 對 來了一定要泡 來了一定要泡泡 你看 我帶你們吃湯仔雞 吃完之後來泡溫泉 是不是很舒適 這樣都流汗了 對 不是很流汗 但是真的很流汗 因為我超喜歡泡溫泉 小時候應該畢業 19歲 那妳那時候應該是 高中的話其實還好 因為你也知道 就是我是一個很悶燒內向的人 然後我不會主動去跟別人社交 然後而且我高中讀的是美容科 我竟然在傳讀 我那時候的美容科 只收女生 我覺得我有一半是因為被排擠之後 所以 除非會又更 門嫂更內向 更不會去外面交際應酬 對 所以被誰開場 就是我搬上的女生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做美髮 我們是那種技術 然後我們都會比賽 就是有時間 可能捲頭髮都有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是搬上第一名 你看 他長得漂亮 然後成績又好 然後又不跟人家講話 都不太被排擠 對 對,我最討厭 他們排擠很可怕 是不是會讓你心靈受創那一種 怎樣 因為那時候是即時通年代 然後他就會穿一個即時通的群組 然後他就是會 大家都在裡面罵你這樣 然後而且在課堂上 就是老師還沒有來 然後妳都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被加進去 妳被加進去 我被加進去 他在裡面罵我 好沒品喔 對,然後而且他們有 就是有那種就是在課堂上 然後老師都還沒來 然後就是很安靜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就是這種女生搬起 裡面會有幾個帶頭的大姐 對 然後就有一群一群這樣 然後那些比較乖的學生 或者是平常就是 其實也沒有對你不好的學生 他們也不敢討厭他們 就盲目跟隨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 會在課堂上攻擊我 因為我的名字很像亞韓 就是可能韓會有一些 比較色情的名字 有有有 對,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用這種來攻擊我 就是在課堂上 就是開名字玩 對,然後大家都聽得到的那一種 好過分喔這個 對 然後開名字玩一下可不可以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我也不是就是 我也不是可以開得起玩笑的嘛 所以就是 我就把他那個罵我的話 就急著痛我都截圖下來 然後我就 我也沒告訴我們班到 我就直接去找教官 我說教官 我這樣可以告他們嗎 妳好厲害 然後後來教官就說可以啊 可是妳還是先 就是讓我們班到知道這樣 然後後來 對 後來我就讓這件事情 給我們班到知道 然後我們班到就說 他要去跟他們個別輔導這樣 然後等下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本來要轉學了 就是我後來 已經做好要轉學的準備 然後要告他們 所以妳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我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真的嚴重喔 對 然後 因為那個心理很不舒服啊 對啊 然後 然後後來老師就是輔導完之後 他們都不敢再做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妳是不是反擊了耶 我會啊 我怎麼 妳要一個堅強的心 還是是因為被欺負過 所以變得很就是 就有可能 很會捍衛 各個性變得很獨立 然後就是很懂得怎麼捍衛自己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對教官就有點隱隱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跟朋友相處 我很容易自己會有尷尬 愛 就我覺得跟你們 後來跟你們變很好 我覺得是一件很 非常非常 神奇 對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 而且你看我們這個小圈圈 你知道就是我們來同個領域 不會有競爭的那個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就是都不會有這種 互相想要競爭的感覺 然後我們都希望對方可以很好 就是真的是真心的朋友 希望我們的友誼 也就是可以一直這樣持續下去 持續下去到長很大這樣